可能连乐高创始人都想不到 有一天乐高会进化的这么离谱 你一定看过这种运送小球的视频 乐高GBC 国内被叫做工厂流水线 不过纯机械有点朴素 让大师玩家给他们加上一点故事和细节 今天学生们要搭建一个美学和技术兼备的乐高GBC 10小时比赛结束后 所有的管道传送带 小球从传送带上上车轮零件传在一起 然后电机控制杆转动就做出了突轮结构了 末端的履带很难抓起小球 再拼好吉他就完成了最初的草策了 但在最后倒计时的时候 球机 今天大师们要做一个乐高GBC 让小球限时10小时 兄弟组准备创造一个本来就属于小球的失控球 从建筑工地跑进城市里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火柴人也不会被淘汰 但依旧做出了自我超越的成绩 下一期 还有广州列德大小大型城市沙盘 工程车爱好者的巨型MOC作品 火车迷的冲锋 现场作品太多了 之后慢慢更新 大家点赞关注 别错过哦 你知道爆恩水果怎么挑吗 教教你们 榴莲要挑外壳圆润的 越圆说明果肉越棒 八方大肉 鸡友们先吃 西瓜首先要纹路清晰 圆润前摸起来像减速袋 挑两下好听就是好瓜 自然成熟的桃子 颜色是不均匀的 再整一套 以后水果照着它们买就行了 想要亲手给对方做礼物 又怕手残翻车的 真的可以试试鸡木玫瑰 永不雕 还可以两个人一起拼 一起体验平他的乐趣 奇奇就快到了 给你的他一份永不雕